今天我請教 用逸算法第62條之一之立法議職 是基於行政中立維護新聞自由及人民權利 那相關規定公布施行到現在110年底 已近11年 成績部發現部分對外宣導能集中於少數電視新聞台 那網路媒體還是有許多政府機關 沒有依這個逸算法第62條之一 整個立法院的決議事項等規定來辦理或採購作業有缺失的情況 那本心是認為說網路興起提供更多元的管道 讓民眾了解政府政策或施政的成果 那本來是好事一樁 政府與網路社群平台進行非廣告形式宣傳以澄清 應清楚讓民眾知道政府機關單位名稱以維護人民之的權利和言論自由 那此外以政府機關名義在相關社群平台上提出一些澄清或宣傳之訊息 不得有虛偽、詐欺、引力或其他族裏置他人誤信之事情 並應確保其內容之真實 那如何避免網軍寄生於政府之中 假政府宣傳之名 行攻擊政敵之時 避免執政黨利用政府預算攻擊戰野黨 本心希望審訊部做好把關 應要把那些不當利用的這個情況給揪出來 那個神記長你的看法 謝謝委員 因為今年111是我們修法後 這個正應這六十二條注意修法後的第一年 所以我們會做前面的調查 因為1450很多啊 都在政府機關裡面啊 神記長 那你會清楚嗎 委員講了 因為這是我們是監督預算的執行 如果預算裡面啊 有這樣的一個情形啊 對啊 我們就很難那個 行政機關編列 這個公務預算 然後搞網軍 上次行政院就有的就在上面啊 上面那這裡做梗圖 到了以後做梗圖 然後來攻擊在野黨 農委會也有很多機關 都藏在裡面這些公務預算 你認為這個問題大不大 我們有看到農委會他 飄出去的時候他就說 要激著人來維護他的 授錢晚餐的一個 維修他 神記長 我希望你好好的來監督這些 不要用公家的預算 然後來做網軍 來攻擊在野 全世界沒有這樣的政府啦 對不對 大概只有我們中華民國在 蔡政府的領導之下才有啦 那個我再請教 神記長 中選會辦107年度 公民投票處理 公投意見書公告 整個過程有違法的市政 遭最高行政法院駁回中選會的 抗告 中選會 另在四大報 重新刊登新版的公告 動用了第二億倍金 花了人民的納稅前 931萬 嚴重審計政府的公信力 當時的神記長 於立法院被巡視 針對此事 曾表示中選會 經會報銷後 等到核銷時會看 中選會用什麼科目來列出 審計部在審核會時 審核時會照審計法 若有違法預算法的法令 會予以這個剔除 那本席認為這是違法公告 官員這個換作百姓付錢 中選會前主委陳英錢 必須負起責任 中選會不當的支出 這個 事後 這個應 踢除追腳 那 這個據本席了解 陳建法院 於110年5月13日 駁回陳英錢 陳英錢前主委的上訴 判決確定 那111年9月14日 陳英錢 再提起再審之訴 也遭 陳建法院駁回 那行政處分 不應提起行政救濟 而停止執行 審計不應盡速處理 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 尤其是陳英錢 前主委的責任 遲遲不依審計法處理 難道是 陳記長 難道是官官相互嗎 不會 這個因為 我們這一個部分 我們當時就把這個案子 整個送給 那個監察案 監察案提出團合 團合以後 我還要判決 陳英錢要罰20萬 大概這一個部分 另外 委員立組非常關心這個案子 931萬 對啊 就是名死名高 對 我也一直關心 那我們最近 最近去了兩次的 給中審隊公文 說這個應該是判決確定了 他說 五年內 陳英賢五年內還可以提起 再審之事 那個已經都駁回了 這個應該要追繳 因為一個政府官 你今天要是說 可以為所欲為 用名死名高 大家假的血案錢 來為所欲為 那我認為 這個跟沒有政府有什麼兩樣 我們實際是希望促進政府良善助理 對不對 陳記長 我相信你很清楚 對不對 你今天就是違法 你沒有依規定 今天 才照 這個法院給你駁回 而且一次一次 他要申請 他要想以時間 來換取空間 把它延宕多 我認為 該怎麼做要有作為 陳記長你的看法呢 對我們現在已經請中選會 已經去中選會要求他 不足這個整個構成裡面 誰要負相關的一些責任 他們中選會在盤整 我希望說 能夠在最短時間裡面 這個有一個結果 我認為說今天 要是政府官可以把 公家的預算 人民的血案錢 來為所欲為 我認為審計部要是說 這個沒有好好的去把它監督 有所作為 那整個國家制度就是 就等於是亂掉了 結果我們審計部 有提出 送檢察院談 我希望要有積極作為 最後一個問題 我再請教 因為我一直認為 離岸風力發電 打一個大風 弊端重重 為什麼我講這個話 我們台灣 第一個 冬天 這個 東北季風 夏天沒有風 那你那個風機 夏天 他不會轉 你夏天缺電 冬天不缺電 因為他風機一直轉 你轉多少 台電要吸收多少 是不是這樣子 陳記者 對的 結果當初 在整個招標過程 現在台電的董事長 曾文森 他 怎麼樣 先躲夠 躲夠就是抑價 躲夠以後 標了七成出去 標20年 這20年標出去 後續剩三成公開招標 公開招標一度標多少 兩塊兩毛二 躲夠多少 五塊五毛五 五塊八毛五一度 我們現在家庭用件多少 你知不知道 陳記者 他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 家庭用件差不多兩塊五左右而已 但是你標了五塊五毛五 五塊八毛五 結果你技術也沒有移轉 這個裡面沒有弊端嗎 這個 當初公開招標 我就問沈隆青說 為什麼你不先公開招標 再用公開招標的價錢 來做短購 議價就對了 他剛好倒著走 先議價短購 再來公開招標 一直標20年喔 每年差455億喔 20年差9千里百億 所以說店會為什麼要賺 為什麼要賺 那個沈階長 這要好好的去了解 我認為裡面打一個大問號 弊端重重 因為你第一個 技術沒有移轉 你為什麼一度買五塊五毛五 五塊八毛五 你為什麼不用公開招標的價錢 去做議價呢 先公開招標 再把公開招標的價錢 來做短購啊 但是他剛好倒著走 先公先 先議價 再來公開招標 結果議價七成啦 你去查把那個資料調出來 你說這個裡面沒有問題嗎 對不對 那個省記長 一直標20年喔 這個部分啦 因為剛剛委員有提到 說是要扶足國內產商 我們去了解 我們也提出損計意見 就和委員所提的 好像國內產商 這個部分好像沒有原來的規劃 那麼 然後達成這樣 都是半成有進來啊 沒有扶足的國內任何一家廠商啊 完全沒有 那沒有的話 結果 理事標20年 結果你標是五塊五毛五 五塊八毛五喔 這個店價很高 我們現在用的家庭用店 兩塊五毛而已啊 那你 公開招標兩塊兩毛二 你說裡面有沒有問題 我認為弊端重重 弊端重重 提出損計意見 你要最好好的查了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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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